杀虎暴走事件 倒虎蛇族泛滥 之前逃走的朝贺 越来越不太平了 唐月 是 审判长 三坛结界是由你看护的 如今出现了松动 要尽快处理好此事 还有蛇族的问题 只有你亲自去解决 我才能放心 可是 之前暴躁泉水的事情 还没有完全解决 黑教廷不断制造事端 我们不能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总是亡羊不牢 得先他们一步步之行动才行 先将结界稳定 才不会让博城的灾难 再次上演 帝圣泉 萨朗似乎对帝圣泉 仍旧不太私心 你多留一下那个 当初保护帝圣泉的孩子吧 萨朗要对他下手 这不视为一次机会 利用这个契机 或许能将很多 潜伏的黑教廷成员 一网打尽 这其中有很多是 黑教廷的关键人物 对于我们的工作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莫凡 莫凡 你现在在哪儿 唐云老师 我在宋城 还真巧 就在你住的附近 那我现在过去找你 别别别 我准备回去了 你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 那我过阵子去找你 你将结界稳定之后 就多留意一下 那个当初保护帝圣泉的孩子吧 莫凡 怎么了 唐云老师 帝圣泉还在你这儿吗 我当时在紧急的情况下 把帝圣泉喝掉了 喝掉了 好吧 那你最近有没有察觉到 黑教廷的动向 没有啊 那先这样吧 我尽快去找你 我尽快去 喂 倾听零锁吗 木凡哥哥 怎么了 没事 刚刚说到哪儿了 谷都陵墓 亡灵之地 谷都陵墓历史很悠久了 陵墓入口 在很多年前 被一些猎人们发现了 然而陵墓内 亡灵生物 远比妖魔凶才百倍 有很多考古法师 想要从中找寻一些 历史中传承的宝物 可都因为那些亡灵生物 而无功而返 之后政府 将那里列为了禁区 不允许我法师踏入了 原来如此 这件事 在法师中不是人尽皆知的吗 木凡哥哥 难道不知道吗 我就是个弟弟白痴 我们祖先守护着的 帝圣泉古老君王的陵墓 就在那里 所以要弄清楚来龙去脉的话 就得去陵墓中寻找线索 又是帝圣泉 想起博城了 没事 这天太冷了 我送你回学校吧 你什么时候再来 天气稍微暖和些 我就再来看你 好吗 那得到开学之后了 开学了 你应该会很忙吧 上学期是忙的 这学期应该没那么多事了吧 经过这些天的加强修炼 猎拳和霹雳已经威力十足了 但是对付战将级生物 还是有些吃力呀 希望下学期火系和雷系 能达到下一个境界 啊 太无聊了 郑阁寒家每天都是吃饭睡觉修炼 可是雷系火系 还是一直卡在中间 第一个级别 烦死了 看来 战斗才是提升实力的最好方式 请天列锁 禀令 怎么还没有委托呀 没生意我能有什么办法 明天你们开学了 不就不无聊了 急什么 几天不打架 浑身都不自在啊 来活了 有委托来了 委托倒是简单 但事情有点复杂 怎么了 自己看吧 奇怪 这个委托 我也是干这行这么多年第一次见 由于特殊原因 委托人正被一些特殊情况缠身 特殊委派青天列锁帮委托人保护一指定对象的安危 你 嗨 不就是做保镖吗 没什么呀 你看这儿 卧了个 身份证号 电话号码 姓名莫凡 我是被保护人 我一开始也以为这是恶作剧 不过钱确实已经入账了 数目不小 什么鬼啊 我有什么需要被保护的 自然 是有人威胁到你生命了 爷爷 您看怎么办呢 放心吧 我去排一下几个猎法师的档期 一定挑最好的来负责这个案子 等等 我自己就是猎人 我保护我自己不就行了 这么多委托金 真的是 见前眼开啊 这可不行啊 您要是受伤的话 我们青天烈索 就有失名誉了 好了 就这么定了 我没事又不瞎逛 多半在学校修炼 不会有危险的 先走了 灵灵 这段时间 你要一直跟莫凡保持联系 至少 让我们随时知道他的动向 好 难道黑教廷把目标对中我了 假如真是黑教廷 那麻烦真有点大 这些家伙无孔不弱 无论是当初的教官白杨 还是那个潜伏在墓室有十年之久的羽昂 像这种人在暴露之前 恐怕真的很难防备 喂 灵灵 告诉包老头 我不需要保护 你们请来的猎法师 去保护我爸莫加星 灵灵 拜托你去保护我妹妹 也心下 可是 委托人要我们保护的是你啊 他们要是出了事 我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区别 灵灵 就按莫凡说的办吧 谢谢 那委托人又是谁呢 会不会是掌控老大 自从博承一别 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会不会是他察觉到了黑教廷的动向 而且没几个人知道 帝圣泉是被我喝了 当然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其实是被小泥就吸收了 谁 杀 速战速决 做作的 对 无法 我 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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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哥几个 别让他跑了 哼 放心 我才不会跑 看来 得先干掉这个风系的中间魔法师 看你们表演半天了 现在 该轮到我了 哥好 血兽铁蹄 既不如人 就算偷袭也没有 太凶残了 出来 莫凡同学 看在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份上 受下留情啊 你们不是黑教 你们 是明珠学院的学生 这 这都是贾文青指说我们的 他说你亵渎了木奴教 所以叫我们来教训你 是 是我们太不自量力了 还真不是黑教廷的 早不说 我险些就一个猎犬 给你们都轰成渣了 现在怎么办 赶紧的 带他去医务室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看来是我太警惕了 黑教廷本事再大 也没有理由跑到这里来行凶 可是 一想到黑教廷 我怎么可能轻易平静下来 博城灾难 死的人太多了 到新的城市 本来是为了不再去回忆过往的事情 可是 刚才的战斗 让我明白那样的仇 不可能消减 对黑教廷的痛恨 只会与日俱增 只会与日俱增 黑教廷 帝生拳就在你莫凡爸爸这里 有本事就来拿 厉害啊 开学第一天 你又引起热议了 我没做什么呀 你教训了一名风系学长 这还叫没做什么 怪不得都叫你大魔头呢 臭名远播 习惯了 大一召唤系学生莫凡 请到校长办公室来一趟 得了 你就算是被开除 咱俩还是好哥们 为什么下手这么重 你们就算有矛盾 你也不能这么做呀 是他们无缘无故偷袭我 我只是正当防卫 那也叫正当防卫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 好了 你回去吧 就这么放我走了 费什么话 还不快走 院长 我想申请 即刻进入三部塔修炼 学校不追究你的责任 你这还得穿进尺啊 一马归一马 三部塔的修炼资格 本就是你获得的奖励 只是 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 嗯 看来你确实是有些紧迫的问题 要解决呀 我 好吧 我尽快给你安排时间 谢谢院长 院长 既然我们已经得到消息 你为什么不索先让他躲起来 黑小亭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黑小亭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们不一定能共吵这个状况呀 活成之后 他们隐藏了一年多 审判会与众势力都没有抓到他们的马脚 这次终于有了一些行动了 想必莫凡身上确实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所以审判会计划利用莫凡引设出动 这样做 莫凡岂不是会有生命危险 我相信这个孩子的能力 他会保护好自己 校方也会全力暗中照应他 而且他是个聪明人 想必他早就洗理由书了 提出要去散步他 说明他想提升实力 想和黑教廷抗衡 他有他自己的决定 教师大人饶命 我用性命发誓 这次的试探 绝对没有暴露我真实的身份 但你确实办事不利 请教师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 教师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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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孟凡下手实在狠毒 此人在明珠玄浮本就树敌众多 依我看最适合的时机 就是在主校区的考核上 等我把伤养好 我一定要亲手拿下他 那就看你的了 我 我 莫凡 你不如大学学服也没有用 我说过 会将你变成我的奴隶 我日日昂说的话 就一定会做到 三不塔 是仙人及智慧所修筑的一座 能够将天地间零散飘荡的元素能量 聚集在一处的非常特殊的魔法间中 灵种之所以会诞生 正是因为在某处元素特别密集的地方 经过岁月的淬炼渐渐演化而成 三不塔的位置和构造 正是可以将方圆数千公里的能量汇聚起来 院长 这就是此次进塔修炼的学生莫凡 你们领他进去吧 头一会儿有新生获得入塔资格 学弟 你的机缘真是让我们羡慕啊 运气罢了 跟我来吧 这三部塔从外面看直径最多五十米 可这条通道怎么感觉没有尽头啊 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做三部塔吗 岂止三部 这都走了三万步了 你恐怕还没有接触到空间系的一些理论 空间有一个概念叫做一步千丈 两步万里三步无疆 三部塔其实也叫做无疆之塔 虽然他从外面看并不是非常宏伟壮阔 可里面的空间却很难走到头 空间学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三部塔有很多层空间 每往上一层能量就会越大 踏上这阶梯就开始你的修炼了 接下来你自便吧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使用任何的魔法 也没有进行把控的练习 可是我的魔能怎么一直在消耗 不管那么多 先到达目的地再说 我 你该不会又没告诉新手吧 什么 你是说每上一小级的阶梯空间产生的重力叠加 就会强行加快消耗他们的魔能是吧 这有什么好说的 你应该告诉新手不要擅自到二层 二层的空间重力叠加将比一层强两倍不止 普通中阶魔法师在半途上 魔能就会消耗殆尽了 一旦魔能消耗殆尽 魔法师多半会出现昏厥状况 没法继续明修和练习把控的 好 很多人就是那么不自量力 即便你提醒 他们也会去尝试 你这样可不好 凭什么他一个清小区新生能够进入三部塔 我们却需要在这里守卫整整两年的时间 才能换取到一次进入三部塔的修炼机会 总之他已经开始修炼了 我们不可擅入 就看他造化吧 我好饱满的火系元宋 好 开始明修 一层的修炼速度就已经比往常快了二十倍不止 那要是他二层 岂不更厉害 果然修炼一个小时 相当于在外面明修一整天 要不试着往更高的地方走 一级和二级平台的星云差距还真是大 雷系与火系竟然这么快就迈入到第二个级别 但是魔能的消耗也是巨大的 还剩一片的修炼时间 我喜欢鬼 是 不 是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到了整整二百倍的兄弟速度 灭拳 九宫 莫凡同学 修炼还顺利吗 三步塔果然名不虚传哪 整整高达八十倍的元素浓度 要是能在里面多待些时日就好了 他 他上了第三季平台 这下你该失望了吧 这小子还挺有造化 经过这次修炼 我想应该很快就要到达唐玥老师所在的领域了 虽然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突破到更高的境界 但怎么说也离他更进一步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是熏芸魔器 高手都有自己的觊觎啊 好久没见着你人了 你的修为提升得好快 看来这段时间也是为了这次主校区的考核在忙 我都差点把这事忘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啊 如果不把握这次升入主校区的资格 就得在青校区再等三年 荒废了学业不说 甚至可能无法顺利毕业 长得这么漂亮 说话却婆婆妈妈 好了 我抓紧准备就是了 不管怎样 学业还是不能期 我树敌众多 估计主校区考核也将是一次残酷的考验 更不用说那些随时可能下手的黑教亭了 我认识 我很欣慰看到你们的成长 但魔法师这个身份是带有危险的 你们必须不断地逼着自己变得强大 之前有人将主校区的考核 比作一个笼罩在我们整个青校区的魔鬼 不断鞭策着你们 这个比喻没有错 因为现实世界是更残酷的 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 同时也为了给社会输送合格的魔法人才 是 校方规定 修为没有达到终结法师级别的学员 一律没有参加主校区考核的资格 在座的各位都是学院中的佼佼者 希望在接下来的主校区考核中 获得优异的成绩 听说今天的考核有些不一样 是吗 好像是校外出现突发事件 前几天得到消息 一支卫方还未驯化完成的暗影妖兽 发生出逃 尽快将暗影妖兽捉拿并交给卫方 就是这次主校区考核的项目 大家也不用有太多的顾问 暗影妖兽没有杀戮之心 另外 这次考核的优胜者会有嘉奖 奖励是进入三不塔修炼的机会 哦 什么三不塔 这么好的机会 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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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加油 记住 暗影妖兽拥有暗影系的一些能力 行踪隐蔽不易发现 所以大家除了用魔法 还要学会用脑子 祝各位好运 莫凡 你等等莫凡 这次考核你有什么想法 首先暗影妖兽对牛肉有着极大的癖好 另外它们尾巴的毛会发出微弱荧光 而春天正是暗影妖兽换毛的季节 明白了 哦 好像明白 这些你怎么知道的 查查资料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学会用脑子 这次考核竟然可以团队作战的 你加入我们吧 有我这个智囊 再有慕姐姐这样智慧与实力双全的 再加上你这个暴力狂超级能打的 绝对所向披靡 你们找别人吧 又做独行侠 这人怎么这样 也就我跟慕姐姐不嫌弃你 你还不领情 我 兔兔 别胡闹 以我现在的处境 太多危险不可预知 他们误解就误解吧 也值得如此吧 莫凡先生 您要的资料已经整理出来了 这些都是近期发生食品类的失窃案 但是资料不是很多 像这种食物丢失的事件 一般很少会有人来聘请猎法师 那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案子 应该是港口附近 有一大批进口的肉类食品被盗 好的 谢谢 另外如果有新的案件发生 请马上通知我 没问题 谢谢了 果然来过 暗影寿犯量惊人 追踪规模较大的食品失窃案 这个思路 看来行得通 估计来晚一步 她应该已经离开了 好 哪位 猎人先生 是我 我们刚刚接到线报 在许江安的一家食品加工厂 有大量牛肉失窃 您要不要去看一看 好 我这就过去 他说 他说他马上就过去 你做得很好 莫凡 快去吧 何处妖精等着你呢 阿琳 阿琳 魏司 你留在外面 看见目标出现 马上通知我们 是 待会儿确计是要抓活的 行动不能失败 否则后果你们是知道的 小子 等你半天了 怎么是你 勇姬 是雷蟹 可恶 可恶 何处妖 这些肮脏的家伙 我肯定能拼哪 好 呀 昌庭 呀 呀 混蛋 竟然坏我们大事 直接干掉他 既然是莫凡的同学 那就带回去 听从教师大人发落 我带着这小子走 你们留下 把那女的处理了 放开我 放开我 露露 秋婷 干掉她 不要啊 救命 救命啊 射这么大个阵仗 是在等我吗 木耀出现 又是霹露 即便是中阶雷系 最多且却一身黑处妖罢了 哼 孤陋寡 霹露 叶叉 第二级的 重阶雷系魔法 快上 在那魔法调戏的时候 邪使 前军 雷叶 鹿 这个 你 叶刹 撤 快撤 这可恶 活自 焚服 对黑教廷的人心存怜悯 那就是对死去的人最大的不尊重 烈泉 红天 振作点张洛洛 马上就到医院了 别说谎 莫凡 他们抓走了昭婷 你说什么 教师大人 我们的计划 就是被这小子给撞到了 玉昂 你竟然是黑教廷的人 许昭婷 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半脸怪物 既然是老乡时了 那我可要特别优待你 我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月儿 咬 穆姐姐早 早安 呃 呦 看来是一夜未归啊 大忙人 昨晚有人来找过我吗 没有啊 你不会是惹上什么麻烦了吧 这早饭是不是你的也不问 坐下就吃 你这人越来越没礼貌了 没事 吃吧 穆姐姐就是很好 还不赶快先 你们查引人妖兽查得怎么样了 这只妖兽已经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了 他就是不告诉你 我休想窃取我们的博士 其实 我觉得这次考验 并非单纯的是寻找暗影妖兽 怎么说 萧院长说的是 将暗影妖兽带到学校的训兽铁龙中 才算是完成任务 也就是说 即便抓住了暗影妖兽 还不能算是结束 你是说 只要一个人捕捉到了暗影妖兽 那等于是会演变成一场橄榄球赛 每个人见到就强啊 所以在捕捉暗影妖兽之前 你得 不 我们得把这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 说到底 这暗影妖兽很可能就是一个引子 最终 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争斗 好 这份多出来的早点我带走了 又吃又拿还真不见外 大魔兔你不踩回来吗 怎么又出去啊 你怎么就出院了 我没大碍了 没有伤及到骨头 至于一席法师的魔法 已经把我将伤都愈合了 有着听的消息了吗 我找了一晚上 可是 不行 我想再回工厂那里看看 可能会有线索的 你去招有什么用 况且你还有伤在身 先顾好自己 冷静一点 别到时候许昭婷没找到 又搭进去一个你 昭婷当时从一个学员那里 得到线索 跑到那工厂附近 去找爱因妖兽 结果 当她发现那些黑色丑陋的东西时 她硬是要过去 说要去报仇 我没能拦住她 疼怪我 学员 从学员那里得到了一个假线索 朝廷说 当时那个学员 是让她把爱因妖兽 在食品加工厂的线索 告诉你 那个学员叫什么 什么 我不知道 莫凡 你跟沈盘会有关系吗 能不能让他们救救昭婷 你好好休息 我会想办法的 不要 不要过来 那个学员叫什么 师父天明 师父天明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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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薏 阿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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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是一伙的 别别 一世 怎么舍不得下手了 唐玉老师 总算联系上你了 莫凡 你没有什么事吧 我这边一世也脱不开身 不瞒你 天叫紧紧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他们全部都是冲着你去的 你一定要小心 放心 我没事 黑初遥又出现了 虽然被我杀了 但是许昭婷被他们抓走了 什么 糟了 老师 已经一天一夜了 他会不会 已经 恐怕会用更残忍的手段 利用秘书 诅咒他的灵魂 将他变成 黑初遥 你真是让我大吃一心 脆炼出一只诅咒初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还必须这个灵魂本身充满仇恨怨念 谁能想到你竟然存着这么多的怨念 太适合加入我们黑教廷了 全然的一点理智也将慢慢失去 你以为你还能重新做人吗 我们黑教廷奴役的灵魂 连怕弄神庙的人都救赎不了 你最好乖乖听话 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指令做 那我可就亲自动手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如果落在我手里 我可是不会让她痛快地死掉的 杀了她 上天 好了 你对于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真期待啊 莫凡要是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样呢 这就算是给她一个预警吧 下一个就扔到她了 你杀我的时候 其实是有理智的 对吗 你说过 我曾经在那儿 让你失去了所有的情人 我是你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了 我知道 你杀我 是为了保护我 以后没有我了 你也要 好好 活下去 徐昭婷 徐昭婷 不要 这是 是黑教廷兰衣执事的名字 要我 进入你的痛苦是吗 我带你到神帕会 让他们暂时将你控制起来 会想办法将你变回来 帕特农神妙神女的治愈 是就许昭婷唯一的希望 但是神女被黑教廷试杀 所以 没有痛苦了 没有痛苦了 唐岳老师 徐昭婷在出事之前 是根据学校里留出来的线索 去那个工厂的 我怀疑 黑教廷在利用这次抓暗影 瑶兽的考核 甚至很有可能 明珠学府的学生里 就潜藏了他们的人 可是你没有证据 不能忙活行走 以免伤及无辜 既然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那我就给他们一个下手的机会 你要做什么 唐岳老师 你们尽快锁定那位蓝衣主教吧 明珠学府的这个 交给我 红枝 们尽快锁定那位蓝衣主教 我去找回头 还要找回头 这位蓝衣主教 我去找回头 我去找回头 还要用 咱们的 索尾 猴子 怎么了 返哥 魏方之前丢失的那只暗影妖兽 有下落了吗 有线索 但是 因为它并不是特别危险 所以遵照你们学校的申请 我们魏方没有出动抓捕 继续建议明珠作为考核使用 告诉我它在哪儿 好 徐昭婷 这一朝 我莫凡来给你们报 莫姐姐 莫凡她真的找到暗影妖兽了 图片你不是看到了吗 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谁得到暗影妖兽 不是夹着尾巴做人 偷偷摸摸地送到训兽铁笼里啊 她倒好 剪发朋友圈 搞得人尽皆知 这下好了 全都赶过来了 你愿来抢暗影妖兽 是啊 真是强 我一定要把这个混蛋给宰了 庆然把所有人都教的 添这么大了 麻烦 幽浪兽 我赶紧幽浪兽了 我姐姐快看 真的是暗影妖兽 被犹狼兽托在后面 图图 咱们先立原点 这五大魔头还真的来了 上 当初他挣脱昆之灵囚牢的时候 也是这种黑暗气息在涌动 难道 他会黑暗魔法 谁想要 顺便说一下 这家伙把我一瓶非常特殊的泉水给吞了 暗影妖兽你们要的话就拿去 我要的是那瓶泉水 这个家伙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又怎样 所有人都在抢暗影妖兽 我们混在其中也暴露不了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在这大混乱之中拳脚无眼 到时候不仅要拿到地胜拳 我还要趁机杀了莫凡 白岑峰是你啊 牺牲大赛用雷拼你的事情 我一直过意不去 这暗影妖兽去送你 当作真诚的建议 我去 你要是真有诚意 这东西你私下给我啊 现在扔给我 岂不是让我被违工啊 你杀 你杀 为了塞鲁塔的计划 讲啊 塞鲁塔 开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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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鲁塔 你们都应该知道 嗜血的尸骨羊可不好把 要是伤到谁的要害 不要怪我王力挺狼血啊 别人王力挺这个蠢货不自量力 喂 这次讨论可是四界神员一起的 你仓势令人多出牛猫啊 就这点本事 别感到我们没关销怎么办啊 若想让他起门的下场 乖乖的马路别让开 跑到驱逐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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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溪的同学们 赶紧清理 少了一些竞争对手 就多一份获胜的希望 跑了 尽头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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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定要它 好 丧兴兵 你们先走了 Vision 那这想要回忍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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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这样肯定会出人命的 这帮孩子也太胡闹了 出手这么狠 真是看不下去了 由思叶统治大阵 将他们的力量全部压制下去 院长 不行吧 我以黑教廷趁机展开行动 大局为重 开启思叶统治大阵 这星座 是高界魔法的大阵 怎么回事啊 这星座 是高界魔法的大阵 怎么回事啊 这星座 假如是针对我们 就不会用将学员们一起混进去的暗影器魔法 除非校方根本不顾学员的性命 任我们残害 谁 是我 傅天明 教师大人 这是校方方式混战中出现大量伤亡 而早就准备的魔法阵 目的是 避免中间魔法威力太过强大 武杀成片 思叶统治之下 莫凡的魔法威力都会大大折扣 我们的黑初遥本身是诅咒神物 不会因为这思叶统治而介入 我们要对付它更加容易 好 傅天明 接下来 就看你们的了 思叶统治 黑教廷会不会以为 我的魔能会在这种环境中减弱 所以更肆无忌惮地开始行动 很好 谁能知道我还拥有暗影戏呢 这思叶统治怎么可能压制得了我 今夜 他们一个也别想从我手中溜走 为了拿到暗影妖兽肚子里的地圣拳 黑教廷今晚必定会出手 为了地圣拳 他们绝对不会允许暗影妖兽被送回围房 黑教廷 你们一直在暗 我们在明 今晚看来要换换了 小妮小 看你了 帮我跟着暗影妖兽 我走 谁 白藏风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星子们变得非常不安 都不听从把控了 不要慌 是校方布置的私业统治 原来如此 可是刚才混乱中 暗影妖兽不知去向 现在又是这样的能见度 我们怎么找到暗影妖兽啊 这个简单 刚才混战的时候 我留了个心眼 在暗影妖兽身上 打了一个魔法印记 跟着我就可以找到 事不宜迟 只要找到暗影妖兽 把她带进驯兽铁龙 我们就赢了 暗影妖兽的线索 是我们先拿到的 结果没想到 被莫凡杰族先登 还故意制造了 这场混战的局面 这下都好 暗影妖兽不见了 全都白忙活 该死的莫凡 别让我逮着她 我一定牵手 把她给揍了 沈明秀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 卫衣 你得亲自出谋 光指望那个学生不行 除了要找到暗影妖兽 拿回帝圣拳 还得确保 除掉莫凡才行 是 这家伙跑起来 竟然比幽狼兽还要快 有意思 就在这附近 错不了 暗影妖兽移动速度极快 庄立峰 准备好你的植物系魔法 暗影妖兽一出现 就立刻把它控制住 暗影妖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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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他们是冲着暗影妖兽去的 你惹他们做什么 赵日风 快释放中阶植物系魔法 无可逸之灵 求牢 不行了 四夜统治下 魔法力量太弱了 眼前四 你唱 这是 死亡差点火 四夜统治压制了太多力量 我们快撤 果然只要跟着暗影妖兽 那些人就会自投罗网 我再送你们一程 黑炎 灭泉 一刹 黑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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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了吗 啊 说什么呢 快走啊 万一那些怪物追上来 我感觉到一股 比我刚才更加刚猛的火焰元素的气息 我要回去看看 你 你不要命了 这些怪物 这些怪物怎么死了 难道是因为宋侠的地刹火焰 不是我 我那是反火 耳之分明 是灵火啊 学校里 为什么会有这种恶心的怪物进来 我们得尽快通知困在迷宫里的其他学员 上哪儿去找其他人啊 尽快找到暗影妖兽才是 考核结束了 这个迷宫也就会消失了 你 他在这儿 我就是欧妈 这些是什么鬼东西啊 该死的竟然毁我大事 这不是李同学长吗 看到你太好了 原来是你们 真可惜啊 暗影妖兽给吓跑了 不用担心 有我在 很快就能再找到暗影妖兽的 你是暗影系的 要么咱们合作吧 人多也有个照应 你们小心 大魔头 你会暗影系魔法 你 你别过来啊 我警告你 别吵了 我对你们没兴趣 你就不要再演戏了 看看你的黑初遥 你以为就凭你也想和我斗吗 我能够驾驭的黑初遥数量 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得多 同学 把你同伴带走 我来对付他 谢谢 你自己当心啊 你自己当心啊 有两匣子 冰洗 就这点本事 也想和我们黑教廷道 我告诉你 被黑教廷盯着的人 没有一个能够好好地活着 你也不例外 那些黑厨妖都归你 冰锁算什么 要说霸道 你还是得看看雷吧 快打断他 秦军 秦军 秦力 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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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 文武 继续 下了一票 这蠢东西 不会是自己往携兽铁笼里跑吧 还真来了 主谋还没有浮出水面 不能让这场狩猎就这样结束了 总算找到你了 莫凡 我看你今天往哪里跑 你好能耐啊 抢走原本属于我们的暗影妖兽 还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你真以为这世界上 没人能修理你了吗 你们最好别惹我啊 口气不小呀 莫凡 傅天明 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要给莫凡一点颜色看看 沈明孝 罗素 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 什么交易 我们呢 最近三步塔不感兴趣 感兴趣的是这暗影妖兽 我们联手干掉莫凡 事成之后 暗影妖兽归你了 但是在把他关进驯兽铁龙之前 得先让我们将他肚子里的东西 给取出来 你这是打什么算盘 管他呢 这笔交易怎么算都划算 就这么定了 个个都盯着暗影妖兽 只有黑教廷的人 才会关注暗影妖兽肚子里的地圣权 看来内鬼还真不止一个 你这家伙 说什么呢 罗宋 我跟你的事呢 我们以后慢慢算 但是你们现在最好离开这里 傅天明 贾文卿 都是黑教廷的走狗 黑教廷 荒谬之极 莫凡 你是不是怕了 竟然想出这么可笑的方式 挑拨我们的联手 今晚遇到的蠢东西真不少 算了 现在还不能多少 以免伤及我 给我追 人哪 明明被冰锁裂缠住了呀 等等 莫凡如果进到里面去了 那就死定了 咱们先去处理暗影妖兽 你有暗影妖兽的线索了 我怎么把自己关进驯兽龙了 糟糕 驯兽铁龙能对暗影妖兽有抑制作用 同样我的暗影系也因此受到抑制了 好 堵 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像什么吗 谁 我等你好久了 暗影妖兽我已经得到 既然你自投罗网 那么在杀你之前 我希望全校跟着我欣赏一下 罪过自己的真人秀表演 你到底是谁 莫凡 我们又见面了 羽昂 你就是中谋 你要知道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马上你就要跪下来求我 让我给你留一块完整的皮 羽昂 我只有一个问题 你这次任务要是再失败了 你上他那个 会不会把你另外一半边脸 也给弄烂了 你这个混蛋 你瞧 这是诅咒触摇 都是活人变的 他们被折磨得越狠 携带的越狠就越强 这是我的第一只诅咒触摇 徐昭婷是第二只 而你将变成第三只 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我的父亲 我七岁便加入了黑脚亭 为了证明我的中心 所以 你 还算是个人吗 去 把他的皮给撕了 你 评伙 你 你 尹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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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抓到手了 手下正在提取他体内的地上 尹雅 请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是吗 这次要是空手而回的话 我们就必定要被折罚大人 盖子 我好像被人盯上了 再给你十分钟 务必拿到地生权 否则后果你自己承担 是 只是大人 到不了多久的 再稍等片刻 让我先解决了莫凡吧 怎么可能将被小泥鳩吸收了的地圣拳 注入暗影妖兽体内呢 也不动脑子想想 独立盾 反刺 莫凡 唐玉老师 莫凡 你听我说 我们已经掌握了蓝衣之士的幸福 他当前的任务 就是建议在你们学校这边的黑教廷成员 审判员叶银已经展开抓捕行动了 我现在需要你 帮我把黑教廷的人拖住 至少五分钟时间 难兰衣之士就差池能飞了 看来都在等地圣拳 这地圣拳 到底有什么特殊作用 让他们这样垂陷 桃源老师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帮你拖延时间 你那边还好吗 我好惨 巡兽呢 先挂了 眉眼 猎拳 地刹 这样都没事 这诅咒初遥的文量 果然比黑初遥强太多了 怎么办 好 кр诶 哪只有一条 只是擦郎 优优 angle 不过 人已经找到 你释放坐标光阳 蓝依 这次你休想从我夜莺帐中逃脱 教师大人 暗影妖兽府中只有一滴地胜拳 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 给我解决他 是地胜拳 完整的地胜拳 左车出妖 快躲下那个坠子 阳 立即撤离 指示大人 地胜拳确实在莫凡身上 我马上就要拿到了 不是说在暗影妖兽身上吗 已经没时间了 立即撤退 并且你要为这次行动的失败负责 这次不会错了 再给我一点时间 沉啊 暗影妖兽姓子有反应了 这人 还拥有暗影妖 再拥有暗影妖 教师大人 四叶统治大阵好像在消失 给我跟着他 要是我们被消防发现就完了 有宗比没有行 你们两个给我杀进去 无论如何都要把东西拿到手 还有莫凡 一只要把东西拿到手 一定要干掉他 是 让你这畜生长成巨影丁 他 我们能不能对付得了啊 祖宗初遥已经消耗了他很多磨呢 我们一起上 他绝不是我们的对手 对手 许昭婷得到的假线索是你们提供的吧 是又怎样 他要不是不自量力的也不会上的 所以你最好识相的快点交出地胜拳 我们饶你一命 为什么你们好好的人不做 要做走狗 瘦狂了 尝尝我的风系魔法 风盘 龙阵 猎拳 风阵 小小烟 你做什么 别冲动 你们两个离远点 他们是黑教廷的人 大魔头 你没事吧 小小烦火 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你怎么会有火焰 岂止是有火焰 还是比你更尊贵的灵魂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火焰 你怎么会有火焰 没言猎拳 立场 立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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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大人 我们任务失败了 但是 我拿到了一滴地上权 知识大人 知识大人 莫凡 你没事吧 死不了 你们人抓到了吗 隐藏在明珠室的黑教廷势力 终于可以连根拔起 今晚就开始大扫荡起动 这次 真的多亏了你 不 是徐昭廷 你们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对了 羽昂逃走了 黑教廷还是回不去了 我们会发布通缉令 他将无处藏身 即便能逃走 那也是医生和妖魔作伴 徐昭廷 徐昭 你的仇 我帮你报了 你是什么呀 那是什么怪我 好恶心 还有贾文心 是贾文心和傅天明 那个家伙 是大魔头莫凡 是 郭凡 路都走不稳 带着暗影兽来的时候 不是很嚣张吗 我给你疗伤 别动 亭天啊 你帮她做什么 你没看到这里这么多人 都懒得管她吗 我身上有诅咒服侍 伤口没法愈合 我不是以前的出街法师了 没事了 至于席的女孩就是善良啊 谢谢你 该席的人是我 谢谢那天 你把我从鳞皮妖兵手里救下来 小事一桩 我叫白婷婷 事还没完 笼子里这是怎么回事 你得做出解释 她们变成这样 是你做的 是 是啊 好你个莫凡 对同学下很熟 我看 你才是黑叫停的 救上 让开 就算我现在受伤了 你们也不是我的对手 是审判员 你也行 莫凡 你以一己之力 击垮黑教廷众教徒教室 年纪轻轻却神勇无比 为防止你陷入无端的麻烦 审判会 特地派我前来 你有什么意见吗 她以后 就着就可以了 她 icha 兄弟 只能不 punched ho 浩 one Lydia 是我 莫凡哥哥 黑教廷的人为什么要对付你啊 还有那只诅咒初遥是你降服的吗 你怎么可能敌得过战将级的生物嘛 还有啊贾文青和傅天明真的是黑教廷的吗 莫非你是审判会潜藏在学校的卧底 肯定是了 想象力真不错 去跟乱书学些小说吧 你回答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其他的你不说就算了 温吧 你到底是哪一系的魔法师啊 之前他分明是一名召唤法师 虽然后来他展现出雷系终结魔法 但这倒也正常 可是先生大会我与他对战的时候 隐约感觉到他身上有暗影系的能力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你从烈焰之中走出 分明是展了火系中间魔法啊 这怎么可能呢 你的修为根本没有达到高阶 怎么会拥有三系的魔法 你们不是都看到了 你 你当真有三系 真是一个怪胎 所以说你最强的系是火系咯 嗯 差不多吧 嗯 人逼人气死人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很厉害了 结果居然连你的小号都打不过 嗯 莫凡这次有惊无险 必要厚福啊 多亏你们这段时间保护我爸和新夏 我才能用精力应付那些事 黑教廷 真的在你们主校去考核的时候动手了 嗯 只是黑教廷的人杀了暗影兽 害得所有人白忙活一场 最后倒是拿到暗影兽尸体的罗宋和沈明孝 都捡了个便宜 说来也奇怪 嗯 对于那一晚发生的事 学校只字不提 难道 校方早就知道清扫黑教廷势力的行动 听说当晚 宋城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哦 新闻里报道的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信息 具体的情况 恐怕也只有审判会清楚了 我去盛汤 你这次也伤得不轻 得好好补补 哎 灵灵 你在宋城这段时间 有没有人打心下的主意 你指的是哪种主意 咳 当然是指黑教廷 放心啦 宋城有一个审判会的会议所 黑教廷一般不敢来 不过呢 在保护心下姐姐的这段时间 我发现了一件事 什么事 好像 还有人在暗中保护她 会不会是爱慕者啊 保护心下那是我的事 每个混蛋都管些事 我也只是猜测 有可能 是新夏姐姐的亲人找回来的呢 你不是说 新夏姐姐是你爸受养的吗 当初我爸是要和新夏的妈妈 重新组建家庭的 可没多久 新夏妈妈突然不辞而别 还把新夏扔下了 难道 真的是她回来了 灵灵 这事就别告诉新夏了 免得她伤心 喂 莫凡 你赶紧回来 萧院长要我们去燕都做交换生 交换生 说好听点是交换生 说难听点就是学院与学院之间的绝逐站 年年如此 这么多学校 为什么是我们和燕都学府 废话 能够和燕都学院抗衡的 本身就那么极锁了 燕都学府怪她妖孽是一抓一大马 连校长都觉得压力山大 萧院长可是点名要你去的 世莫凡吧 请进吧 我说院长 您怎么连问都不问下我 就把我名字写上去了 我不想做什么交换生啊 你就不用谦虚了 你在主校区的新学院里面 这么出类发催 你不去 谁去啊 萧院长 这种为学校荣誉而战的事情呢 肯定有很多人比我更适合 莫凡啊 你就不要推辞了 这次到燕都做交换生 我也知道压力挺大的 所以我会给你额外的奖励 这里呢 有一个凝神魔器 可以抵挡一次精神攻击 抵挡精神攻击 抵挡精神攻击 院长 既然收了你的魔器 我保准把帝都那帮家伙 打个满地找牙 别惹事生非 不会不会 也别太拘谨 只要你理证 学校永远是你的后盾 院长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学校是不是早就知道黑教廷要迫害我的事 黑教廷威胁着这个世界 为了铲除他们 各方实力都竭尽全力 甚至衍生出别的隐患 很多事不便对你坦白 但就如同刚才所说 你要相信我们都站在你左右 有 欢迎来到我们燕渡学府 住宿已经安排好了 大家先去休息一下 明天咱们就来一场魔法切磋吧 这么匆忙的吗 不匆忙 魔法切磋可是每年的重游戏 况且今年除了切磋之外 力量必补得少 早点举行更好啊 既然这样 那好吧 来 刚到这里就要比赛 水土不服啊 万一输了多丢人啊 卢老师 明珠学府的交换生来了 嗯 这些庸才 成天和我们燕都学府叫嚣 但从来都只是动动嘴上功夫 这次得给他们点教训 喂 两个队里的脱油瓶 就别大言不惭了 陆正和 就你这幽闻暴郎 我一个人就能撂倒他 哼 你还是多练几年吧 这次魔法切磋的头弓 肯定是我的 你们队长呢 卢老师 明天比试就我们几个上吧 不用劳烦队长大驾了 对 我们上就行 一提到队长 看把你们吓的 也好 你们总算是还有个怕的 好了 你们抓紧训练吧 这次切磋 一定不能输给明珠 虽然有点水土不服 但还是得抓紧明修 尽快提升召唤锡的速度 好 小家伙大半夜不睡觉 发的什么奇奇怪怪的绿光 让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难道就是收集到的残破 小尼修 你这个收集战利品的癖 还真不赖 小尼修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看你的功能好像既是明修魔器 又是温魂器皿 哎 这要是把里面的残破提取出来 岂不是能卖个好价钱 试试 我去 这么昂贵的东西就这么给吃了 下午就要比赛了 你急着跑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有些专业的问题想要请教你 比赛算什么 学习最重要吗 我听说 亡魂器皿除了能够收集到精魄之外 还有其他非常特殊的功能 不知道教授你知不知道 你从哪儿听来的 关于这个嘛 我也是无意中从一些比较早的资料中 看到有关的记载 传闻有一种亡魂器皿 它不仅能够收集精魄 更是对那些残破都情有独钟 那是因为这种亡魂器皿 它可以将这些残破凝练成一个完整的精魄 哇塞 就算是奴仆级的精魄也很值钱 能将残破凝练成完整精魄 那得是多稀罕的玩意儿啊 这下要发了 你怎么了 没事 我们学院的斗馆是不对外开放的 但这次切磋的结果呢 会在全国高校中公布 所以虽然没有观众 但关注度并不低啊 大家都要加油哦 罗宋 你也是聪明人啊 不想做凤伟 所以跑去当鸡头 想想也是 你如果在燕都学府 根本就轮不到你出战 不得无礼 几位 抱歉啊 许同学说话比较直接 大家都担待担待 直接 也就是说卢一鸣老师 很认同这位同学说的喽 这个 贵校不应该有九名学员吗 今天怎么才来了八位啊 星子吞噬精魄 我随便问问 精魄是一个好东西 无论是明修星辰魔器 还是星云魔器 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不过呢 在最早的时候 人们还没有通过 王灵系的器皿学研究出魔器 所以精魄一直被当作 强化之物使用 强化星子吗 是啊 真是暴天天物 虽然这样做 魔法技能也会得到强化 但精魄无比珍贵 谁舍得为了一个阶层的魔法 耗费精魄 初见魔法有七颗星子 每一颗都要为一个奴仆 计精魄的话 这钱都能买一个战将计精魄了 但是用来强化星子 那也好过摆在那条河上方 当装饰品吧 真是太恼心了 你还参不参加魔法杰磋了 对啊 这样的比赛真是没劲 肖院长给的宁神魔器 也很没意思吗 受人之托 终人之势 得 邱教授 我先走了 这是怎么了 敲起来了呗 那很好啊 我就怕那种磕磕气气的 搞的人不好意思展现实力 嘿嘿 我也是 哎 木奴娇 今天怎么个大法 我们这边出四个 他们那边出四个 团队比试 一共两局 两局怎么分胜负啊 因为本来就是切磋 名义上不会分出胜负 但最终抢弱 还是会有分小的 就看哪方的个人能力 更突出了 看来又得指望我了 得了吧 首轮出战都没你的份 为什么 你还好意思问 第一局出战的名单 都定了你才来 哥们儿 给我加油啊 你跟沈明孝罗宋 这俩货组队啊 没辙 不敢违抗生命 我赌一包辣条 你们会输 徐大龙 廖明轩 晶晶 赵明月 你们四个就来打这头阵 是 是 都准备好了吗 战斗 开始 对手都要打过来了 你们还这么乱 神明少女的 是中间魔法 快打断她 我看你如何完成 终结魔法 明星你会吐息魔法吗 昆之灵 求来 再让你们享受一下 练练的滋味 是土戏中间魔法 炎杖 飘 还以为你们有多大本力 我来对付 风寒 龙卷 这两败俱伤的事情还是少做为好 太过分了 下手这么狠 但是根据个人实力来说 这一下子他们确实赢了 莫凡 慕奴娇 宋霞 正兵小 下一场你们上 顾河老师 下一场还让我上吧 我的力量还没有全部施展出来 而且他们四个在搭配上 也有点不妥当 正兵小是召唤戏 莫凡也是召唤戏 两个主修召唤戏的 在战场上 不占什么便宜的 既然这样 那沈明像你代替我上吧 我建议 还是换下莫凡 既然你觉得自己是获胜的希望 那谁让出来不都一样 就这么定了 这次可别再输了 你等会儿 最好听我的指挥 不要妄自行动 输了你担待不起 以前我觉得你这人 最多自以为是了点 没想到还这么不要脸 你 小焦 待会儿你多保护我一点 不能用模具的话 我就没什么防御手段了 这次比试 你最好拿出全部实力来 要是再输了 颜面上过不去 莫凡 你是召唤戏和雷戏对吧 你的召唤生物实力怎么样了 离战将还有一步之遥 那在这种级别的战斗里 基本上就是一头废宠 你的契约兽呢 那个 还没找到合适的 这么说来 你从新生大赛到现在 召唤戏一点进步都没有 这不就等于 我们这边少了一些中间魔法吗 好 陆正和 明聪 萧金鹤 小枫 这一轮你们四个上 老师 让我上场吧 嗯 呃 我以为母奴娇已经够标致了 没想到燕都就有这么出众的女生啊 嗯 嗯 宁雪 他们还不值得你出手 我们来应付就可以了 嗯 沐宁雪 你确定要上场 既然队长要亲自出马 我就让位了 这下明珠学府更加无敌自容了 哈哈 这个大美人竟然还是队长 简直是我梦中情人的完美形象啊 嗯 这下糟了 这个木灵雪很有名的 冰夕天生灵种 嗯 我们即便全部都让可能都不是她的对手 莫非还是天生双戏呢 怎么比不了 这个冰夕女魔法师很恐怖啊 就是天生双戏要怎样 肯定不是她的对手 你怎么了 一年多不见 越涨越祸水了 你认识她 她是我大老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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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的实力 没有刻意地释放出气息来 却依然让空气的温度下降 哎呀 战斗的时候 我会尽量牵制住她 争取将其他人迅速解决 我们再联手对付她 对付她 用我的美色不就够了吗 别贫了 她的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 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真的很可怕 冰腕 这 这是冰之领域 嗯 领域这种能力多半只出现在高级 其中最经典的领域技能便是暗影系的丝叶统治 同样的 别的系也存在领域这说 我的火焰只是反火 面对更高级别的灵兵 肯定要被克制了 必须先联手灭掉它 冰系领域终究是不是只会压制火系 还真不好说 雷印 怒鸡 别慌 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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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敢闯到我方阵营里面来 契约召唤 幽闻报狼 战将军的狼族召唤兽 等会 缠绕 这场梦的作用几乎为零了 简直是猫鼠游戏 地步 上盾 必要 一起解决他们 一起解决他们 你还是吧 我们这样太过被动了 哎 萧院长 若不是收了你的好处 我可不会这么卖命 木奴娇 你带着幽狼兽 牵制住幽闻报狼 好 宋侠 用圣顿庇佑守我一下 好 好强大的寒气 逃队 逃队 甚至没有看到他们要画冰系星图就能瞬间释放魔法了 木奴娇 木奔 比赛到此为止 老师 我们 再等等 火 我感觉到了火元素 是一股非常强的火元素 什么 队长 明珠学府好像打算认输了 是啊 宁雪 收起你的兵系力量吧 免得把那小只动死了 好久不见了 宁雪 不要再伪装了 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 莫凡 伪装 什么叫拿出全部实力啊 就算他有更强的雷系力量 被兵所控除 也无法脱身 是血红色 可恶 可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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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不是雷系和召唤系吗 怎么还可以加以火焰之力 三 三系 莫凡有三系 还以为你会对秦郎手下留情 没有想到 一出手就这么寒 不 不 我不喜欢火焰 我知道你是在考验我的实力 也是 也是 你这么努力 作为男人的我 怎么可以没有一点本命呢 那 才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一言 猎拳 立刹 不能冲下去 不能冲下去 风盘 天罗 竟然逼得我们队长使用第二血 这个莫凡他完蛋了 是灵机的风筹 糟了 陷入这风盘天罗的风眼中 我会收进风之魔鬼的撕裂之痛 一拳 轰天 猎拳 给我散 灵种风盘天罗 就被他生生的给轰散了 哼 双灵种 总算找到一个勉强能和我打的了 哼 该我出招了 你能快过我吗 谈兵兵所年谷 前军霹雳烈叶叉 我去迟兵 不好意思啊 我这可是千军 切磋吗 点到极止就好 你这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 我输了 是 是莫凡赢了吗 天生双系 雷系 火系 双灵种 又还是终结第二个级别 莫凡赢了 打败了帝都学府的王牌 这怎么可能 这种妖孽估计也只有审判会 培养的出来吧 没想到明珠学府 还有这样一号人物的存在 一场切磋而已 输了就输了 最重要的环节还是历练 我的幽闻暴郎再进阶一步 就能比莫凡强 可他也有召唤兽啊 那只幽狼兽 可是被我的幽闻暴郎玩爆 再说了 我还有另一手准备 总之校外历练的环节 咱们走着瞧吧 你俩何必怄气呢 这件事终究不是谁说了算的 这不是在怄气 陆年他在打一个学生的主意 连五大洲魔法协会 都已经表明绝不会将这邪恶之术 纳入新魔法系中 邱语华 你太过顽固了 我们是在创造 古时候觉醒和学习的魔法系 少得可怜 还不是有各个领域的伟人 在探索开创 我做的这些 可都是为了剿灭黑教廷 不要吵了 不管怎么样 也要等他这次特训结束 我可不允许学生在校期间出师 我是燕都学府院长松鹤 之前的切磋比赛 大家表现很优异 我很欣慰 但是之前你们一直都是在城市里修炼 终究还有很多的不足 一个强大的魔法师 并非一定需要强大的实力 更重要的是 如何在妖魔四溢的野外 好好生存 这就是大学会开展 校外结界外历练的原因 听上去好危险啊 为什么之前没有说清楚了 直接将学员们派请到安界之外 你们需要独自面对妖魔 这种历练确实存在伤亡的危险 但作为一个魔法师 在觉醒属于自己魔法系的那一天 就应该做好这样的觉悟 这次历练的目的地 是在长河中下游平原的金林市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城市啊 因为它在十五年前 便在地图板块上被抹掉了 十五年前 下游平原发生了一次妖魔灾患 那次灾患中 金林市彻底变成了妖魔的老巢 面目全非 这次 你们的历练任务正是去采集最新数据 你们所采集的数据将决定金林市是否可以重建 要记住 即便是教授妖魔课的老师 很多都没有走出过安界 在危难时刻不要指一张书本上学的东西 老师 那能不能提供一些实际的意见 带一件上好的防御模具 关键时刻能让你们捡回一条命 你就是莫凡 是 这次历练 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协助 平安归来 是 你打算怎么办 没有模具 但我有幽浪兽啊 可是 这次切磋失利 让幽浪兽的骄傲都被践踏的体无安风 所以我想 我想 我想 我想帮助他晋升战将级 这里面有狼族战将血脉 还有一颗心脏和一瓶骨粉 这些能够助你进阶成功 嗨 不用紧张 安全放心 午后一正 哈哈哈哈 跟我还客气 等哪天我宰了一苍狼 都给你当零食吃 在新生斗兽大赛上 你用自己的身躯去撞散木奴娇的风盘 我一直记得 你的忠诚和无所畏惧 让我坚信你是我的伙伴 帮助你强化义不容辞 不过话说过来 你可得争点气啊 为了买这些东西 你爷爷我 可是不知要吃多长时间的头发 好 我们开始吧 先洗血 再塑魂 我在你体内 灌入新鲜的血脉 进行重新造血 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排斥反应 忍着点 好 接下来的送魂更要撑住 我现在将魔能提供给你 完成进阶 来吧 这气息 有了 那是 集 集星狼 一个学生 竟然拥有了狼族生物中最为敏捷的亚种 这太不可思议了 秋教授 莫凡他 怎么了 莫凡的幽狼兽 晋升成战将级的几星狼了 真是前途无量啊 是啊 有莫凡在 这次节节外的特训 我总算是放心一些 可只怕某些人会执迷不悟 做出些不可预料的事情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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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凡自己搞出来的事情 竟然要我们给他们背锅 况且这项计划也不人当 失败就意味着一名魔法师陨落 这次的试验品是一名高阶法师三系一遍 再加上的本身就是高阶法师 所化作的怪物就更恐怖了 没错 你去跟着他 免得伤及无辜 遵命 咱们开始吧 好 静静 你刚才提到的部落是 就是数量庞大的群军妖魔 比如博城灾难 就是黑教廷故意激怒魔狼一族导致的 但是他们和这一代出没的西卢巨妖部落 比起来就小屋见大屋了 我们将群居的那些妖魔的规模 进行了分级 族群数量超过十的 称之为妖魔部落 一旦有族群级别的妖魔军团入侵城市 那就要拉响血色警戒了 不要介绍得那么清楚 我们莫凡同学可是经历过血色警戒 对不对 莫凡 不要拿博城开玩笑 这片地带已经没有为法师巡逻放哨了 大家不要放松警惕 顺着这条铁路走就能够抵达精灵市 但隧道里可能有妖魔 我建议咱们翻山过去 未免太小心翼翼了 这整座山要翻越的话 不知道要耽误多长时间 直接走隧道 我的阎魔人走在前面 有什么情况的话也可以抵挡一阵子 那我走最后 危险的事情还是我们男人来吧 我主修土信 到时候也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后盾保护 太低估那些未知的危险了 广耀 位置 王医药 前面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 只是地上有一些碎石头 估计是以前工程留下的 继续前进吧 离我近一点 有什么情况我可以保护你 你不是应该保护好你的慕宁雪吗 你和她是怎么认识的 以前隔壁邻居 原来她也是波城的 难怪她因为罗宋拿波城开玩笑而动怒 还有空弹琴说案 好 以我终极猎人的身份 劝你们最好随时保持警惕 终极猎人 了不起啊 莫凡 你有没有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们 赵婉爷 给个光药 去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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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你 你 管它是什么鬼 这种怪物 会将陪我颂战又将 藤蔓 鞭叹 不错啊 一上手就是三级的雷叶 不过是对付一只不能反抗的妖魔 见笑了 随他叫过去吧 几只小奴仆魔物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继续往前走 怎么了 那只洞穴魔奴是在呼唤同伴 原来这隧道是洞穴魔奴的巢穴 刚刚那些白色的碎石全是被敲碎的骨头 刚刚把所有黑藤都给烧了 你当别人有 冰雯 冰雯 冠营 交给我 我先缓件你的痛苦 不愧 挤不住了 该死 怎么这个侧弓奔我杀不完的 莫凡 跟我杀进去 姐姐 不用这么暴躁吧 这样下去 尽快消耗魔法 喂 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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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之间全是相通的 怪不得洞穴魔奴源源不断 盯 scroll 增速 绵谷 哇 厉害厉害 慢吞吞得 啊 我舍命追着你进来 你还挑三减四 对呀 这些残破收集起来 是能够凝联成精魄的 虽然是当柴少 但是这么多残破不用可惜了 怎么感觉自己像个 被大姐姐带刷低级副本的小号啊 后面还有一大骗 他们暂时不敢冲过来分死 又在互相同班 看不上他们闭嘴 你 糟糕 冰锁还在调息 朕应该等大家回忆起 秦军 雷烟 陆军 是不是很帅啊 算你速度还可以 那就让人再见识见识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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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怕火炎伤到你 不是故意占你便宜啊 哼 再去另一个洞穴看看 咳 咳 咳 这下还不等我 喂 他们这是要跟我们拼命啊 寒冰 冰锁 粘谷 啊 十号凡和慕宁许 他 他们是怎么跑到洞穴魔奴的后面去了 真是服了他们两个 快走 没有必要继续耗下去 走 走 走走走走快快 请点人数 莫凡 莫凡没出来 去救他 他要是这会儿都没出来 肯定已经变成肉酱了 喂 你说谁变成肉酱了 女小子 吓死我了 唉 你做什么去了 我记得你一开始 是走在前面的 没 没做什么 既然没事 我们赶紧离开吧 找一个地方扎营休息 唉对对 此地不宜久留 看 你们确定他们是 嗯 在西边洗澡吗 对 慕奴浆江慕宁雪都在 黄亮啊 派你去看看 以你暗影系的能力 他们察觉不了 唉 黄亮呢 这行动也太快了吧 哼 嗯 怎么样了 到底看见没看见啊 怎么样了 你不是脚伤了吗 跟着下起什么祸 唉 不对啊 怎么那片林子结冰了 嗯 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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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还有谁 这不是被你抓到了吗 我们劝他来这儿 他不听 是啊是啊 可是刚才 明明在两处出现了 暗影系魔法 幸好慕宁雪出手快 逮到了一个 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哟 都在了 你刚去哪里了 唉 去方便了 你是不是用 暗影系的模具 偷看我们 你看我像是会有 那种宝贝的人吗 我也没有看到啊 虽然我刚才 射到了林子里 可是连西边都没有到 就被你们发现了 嗯 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海角便 不要脸 神面寿西 伪君子 是吧 嗯 我 跟我这儿就别装了 怎么样 谁的身材最好 嘿嘿嘿 嘿嘿嘿 还是你了解我 收集了这么多残破 不知道够不够凝炼出一个精魄来 啊 练出来了 是精魄 好 还差五颗 雷鹰就可以跨入到第四个级别了 嘿嘿 四级的雷鹰 我想应该没有几个魔法师会具备吧 真是期待啊 那里就是精灵室了 短短十五年 竟然都荒废成这样了 走吧 我们先在外围勘测一番 统计一下 这里有多少妖魔在游荡 没有城群的出现 看来周边妖魔数量很少 直接进主城吧 早点完成任务 就能早点回去 哪那么容易 你看 要勘测的点那么多 除非我们分头行动 目前看来城外情况还好 可是这有可能预示着 大量的妖魔是聚集在城内的 大家走在一起 遇到城群结队的妖魔 还能够应付一番 若是分散了 那就不好说了 行动一点规划都没有 真担心会出事 你俩记得跟紧我 好好的一座城市 都不敢想象 这里发生了什么 还是尽快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吧 我们可以先找一座 视野相对开快的大楼座位基地 这样既可以迅速逃离 又可以很好的防守 要不就那儿 那是金陵市市政大楼 算是全市最有力的位置了 虽然这里也是要勘测的区域 可是这个市政大楼 看上去怪怪的 你们看 那些植物不朝着有阳光的地方生长 反倒是全部钻入到市政大厅里面 真是匪夷所思啊 终究是要看测的 咱们抓紧时间进去吧 等等 留一两个人 在外面看守 我留下 那我也留下 好 就这样吧 咱们进去 啊 二楼也是安全的 大家上来吧 嗯 走吧 分开四处勘查一下 嗯 嗯 怎么了 你看电梯井里 那两根藤蔓之间 好像卡着什么 别怕 我去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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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么回事 这些人怎么这样了 是被什么妖魔袭击了吗 前不久 一定有一对猎法师来过 他们全都没离开这里 啊 路了 这些植物有古怪 哦 我们后面的路怎么没了 我在听 啊 路没了 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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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 啊 在这上面 是尾布魔 这东西是植物还是妖魔 是魔鬼 聚同焦膏 所以成年的极难对付 它聚光 所以借助市政大楼 作为天然的气息地 所有靠近大楼的活物 都等于是松死 他们都被困在里面了 我来 不可以 你别激怒它 你一个人的火焰 对这样的庞然大雾 是不起作用的 那总不能坐视不管呢 慕眠雪 慕龙椒 还有赵满炎 我不能看着他们死 这又是什么妖魔 这样的气场 压得人快窒息了 队营 救他 救不了他 大家快走 冰锁 他 淡開 队营 他是 houette 雷 守护 植物墙还在不断收拢 等完全收拢的时候 我们就跟那些猎法师一样走不出去了 必须赶紧把路给劈开 谁有掌模具 这种时候就别藏了 我的兵锁在这种环境下 只能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要想撕开面前厚厚的植物墙 太困难了 巫灵雪 你动住这些植物 我用光斩切开他们 烈光斩 快走 你怎么太右股间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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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有四系 以后再给你解释 我 我 你 我 你 他被吃了 进去救人 血液循环 圣光必要 燕照人根 他们使用了防御模具 他们都还活着 快 救宋侠 快快不行了 这边 没事 有我呢 到底怎么回事 整栋大楼差点都倒了 是西炉巨妖 刚才有一只西炉巨妖 把尾部模给生吃了 我 我要回去 竟然派我们到这里来 看看我们遇到的都是什么 哪里是我们现在能够对付的 这里危险程度 远比资料上说的要高 不过 也是我们运气不太好 选了这栋楼 一下子遇到了这些强大的怪物 之前谁说要进这个市政大楼的 差点害得我们命全部搭上 是你对不对 自己躲在外面 扔我们进去 莫凡 你好歹赌啊 我要害你们 干嘛不顺手把门给堵了 说好在外面接应 你为什么堵到远出去 宋侠没大碍了 幸好慕宁雪将伤口济湿冻住 止住了血液外流 莫凡 你接下去最好闭上嘴 像你这种一遇失就跑的人 比妖魔还危险 别耽误时间了 走吧 到下一个探查点 我不喜欢和是非不分的人为伍 你们去看测点吧 我单独行动 莫凡 你 慢点 你 干嘛别冲动 不用说了 就这么决定吧 这是备用的探测装置和定位手表 尤其是定位手表 不要弄丢了 咱们能随时掌握对方的位置 那我们各自看测完一处之后 你跟着赵满言的光耀 回来跟我们会合 我很快就回来 我可不放心 把你一个人放在一群狼中 这是水晶手珠 遇到危险的时候 将魔能灌入到里面 然后捏碎 就会有水域的防御水晶液 我把它当护身符带着 还有啊 我要是没回来 你可别等我 找个好人就嫁了 走了 喂 你胡说些什么 记住 从现在开始 你们的身份都已经变了 一切行为 都与魔法卫部无关 入年大人 还有三百公里 便能够抵达精灵荒城 好 到了金灵城边 该步行 以免打扫精蛇 是 谁会真的在乎他们的挑衅 不过是为了借此离队而已 不过还是得快点 总不能不管木奴焦他们 尾部魔这种 比较奇特的生物 死后肯定会留下点什么吧 哎呀 别抖了 我这不是返回来了吗 嗯 就是这里了 哎呀 安静了 不是叫你出来打架的 诺 帮我抛开这些石头 快 别磨蹭 把这些石头攻击 第十星 还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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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que 啊 种子 一定是种子 好家伙 尾部魔成年之后实力那么恐怖 这种子应该和妖魔的幼虫差不多 是可以供给召唤线魔法师直接培育的 走 好 即兴了 去下一个勘测点 是谁 这么没礼貌 老头 是我 嗯 斩空 莫凡的小子呢 你脖子上这伤再高一寸可就没命了 是一苍狼吧 这种生物的爪子锋利至极 又附带坏血效果 你这伤疤要恢复过来 你这伤疤要恢复过来得要很长时间的调理啊 就是博城灾难的时候遭遍 你说陆年被开除了 他不会已经来过了吧 你赶紧告诉我 那小子去哪儿了 去结界外参加历练了 要不我马上派人到金陵荒城去 这事儿我得亲自过去 还记得当初撞见三眼魔狼可是大气都不敢喘 那种只能够祈求对方没有看到自己的弱小卑微 真是永远都忘不了 谁能想到短短一年 再遇三眼魔狼 心境却能截然不同 这种靠特殊声波频率勘测妖魔的装置 都是挺省事儿 但是要等三个小时 这也太浪费时间了 也不知道赵婉言他们是否顺利 我呸 打不过就叫人 说好他单挑呢 现在还不能撤 看他一眼看就可以收工 倘若空着手归队 岂不是又要被那些家伙笑话 金星狼 你专心对付三眼魔狼 那些个独眼魔狼就让我来 就这本事也想玩偷袭 在火焰里好好相亲相爱吧 就这本事也想玩偷袭 真是很精彩 数量还真不少 估计有能够凝炼出一个精魄吧 嗯 炮家伙 是进阶期的毒眼魔狼 就先解决你了 雷尼 是残破 又可以炼成精魄了 已经第六颗星子强化了 马上就能够让雷印蛻变 想跑 好 去干掉它 算了 杀到下一个看测点吧 再收集一些残破 再坚持一会儿 马上就好了 更多的大星过来了 快撤 好了好了 大家撤 再完成一个地区的看探就狼狈成这样 要是把这座城全部看探完 还不得全都趴下呀 莫凡不在 找了一个强大的火力 对付起这些妖魔群来 飞机不舍 哼 没家伙直闯祸 还说自己独立去完成勘测 我看他没多久就要灰头土脸地滚回来 嘿嘿 哎呀 没准他早就挂了 看来要让你失望了 从我的定位手表来看 莫凡正在往我们这个方向来 真的吗 嗯 放心吧 我们先去教堂 跟白婷婷他们会合 我已经给莫凡发出了光药 看他现在的路线 就是在往教堂那边走 水打回来了 你怎么了 打雪的那个鬼地方 到处都是虫子 弄得我浑身痒痒的 真烦 这是什么 啊 是驱毒药剂 宋霞的伤口愈合很慢 是因为伤口上沾了毒 啊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明宗 你往哪儿看呢 白婷婷 我一直 一直很喜欢你 我真的 真的很喜欢你 我傻 白婷婷 我很喜欢你 快着开了 天哪 别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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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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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 你看 你 你们怎么了 莫凡 你终于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说要自己独立完成 勘测的人回来了呀 怎么样 生活如何啊 两个 你一个人 竟然完成了两个勘测点 你看 一定是那两个勘测点 正好没有什么妖魔 不是 莫凡第二个勘测的沼泽地 在地图上显示 那里可是西炉巨妖的灵地 自己废物 就不要觉得别人也跟你一样废 别以为你天生双戏就很了不起 我告诉你 莫凡 你无非就是一个运气 比一般人好上很多的废渣 想打架 别胡闹了 有什么问题回去再解决 走啊 我们到外面比一比 陆正和 你以为你是什么 这里的老大吗 对谁都指手画脚 有一个在胃部的大哥很了不起吗 成天一副救你厉害的样子 在慕尼雪面前就跟哈巴狗一样讨好 你是不是也疯了 信不信我把你给绑了 你 你还动手 你以为我怕你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明聪突然间对白婷婷动粗 廖明轩又和陆正和莫名其妙吵起来 你发现什么了吗 发现什么 那些人不太对劲 还好吧 他们平时不就这样吗 那白婷婷呢 她平日可没那么主动 她暗恋我已久 这不很正常吗 你当初不也是 那时候是不懂事 可我们 对不起 就算你现在跟我说要离开穆家 我一样 别说了 别开这种玩笑 我没开玩笑 你在我心里 就是城堡里 美丽又神秘的公主 很多人 一辈子都不可能 像童话故事里一样 挟着公主出逃 所以 我觉得值了 你 你怎么了 我劝你 别想太多了 家族已经给我订婚了 虽然对这未婚夫 我 但世家联姻就是这样 爱不爱的 我无所谓 凝雪 等等 你说的没错 今晚真的有古怪 应该是某种心灵蛊惑 刚才这凝神魔器 释放出了精神涟漪 把我的心神 从那种奇怪的状态里 拉了回来 明冲会对白婷婷动粗 想来是因为 她本来就喜欢白婷婷 廖明轩嫉妒你 又对陆震河不满 所以怒话连篇 而白婷婷对你有好感 所以受到惊吓后 对你产生了依赖 还有刚才你 总之 你自己知道 所以说 最先出问题的是明冲 她今天一直在教堂 帮着白婷婷照顾宋侠 对了 她独自去了附近的池塘打水 莫非池塘 不好 木奴娇怎么和罗颂动起手来 难不成罗颂对木奴娇做了什么 四胖子 你竟然敢动木奴娇 我灭了你 你有没有搞错呀 是他先对我出手的 糟糕 木奴娇也中招了 人家 喂 骆胖子 你坚持住啊 但别伤到他 什么就不要伤到他 是我快要被木奴角打残了好吗 是巨龙将 没想到郑冰小这家伙如此深藏不落 已经拥有了一只战将级的七月少 莫凡你快过来帮忙 这帮家伙不知道怎么了 他们可能被控制心灵的怪物蛊惑了 你你你 那还不赶紧把怪物给杀了 一切精神类心灵内 只要解决掉那个主脑 大家就会恢复原状 负责真得自相残杀了 有道理 行 我来牵制住被控制的人 你快去干掉那个作祟的生物 我 还是算了吧 就知道你小子在想什么 我也不去 那种会控制精神的怪物 我才不想招惹 跟我走 干什么 莫凡 我看好你哦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 前面是水池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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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慕宁雪的现身也失手了 不对 他为什么没有跟其他人厮杀 而是拉着我杀到这里来 盘兵 兵万 覆盖 我明白了 他确实是被蛊惑了 但因为他心无旁骛只想解决这个祸害 所以即使被蛊惑也还是要到这里来 这个女人还真是有趣啊 难不成明从就是被这种水蜘蛛给蛊惑了 蛊惑我们猪 从七夕来判断 他的实力应该在普通战将级生物之上 但也没有强到尾部魔那种程度 我用凝神项链 慕宁雪一星想干掉他 受不受心神无所谓了 还是有一点胜算的 风盘 天罗 沟炎 天罗火 须兽 天罗 眉炎 猎拳 地刹 不会吧 血兽砚 再持我一拳 煤圆 猎拳 红天 封盘 天罗 封盘 干得好 当心狗叶 划发弓盾 明白了 这蛊惑魔猪的捕猎方式 就是先让那些小蜘蛛 蛊惑其他生物自相残杀 最后自己将这些半残的生物 拖到他的领地 享受他的饕铁大餐 慕宁雪 你用冰锁控制他 我给他来一个狠的 去 起 起 起 好样的 清军 霹雳 红顶 还站得起来 冰锦煞弓 等一下 这威力 这威力真是太恐怖了 可是 这样的魔猪烙运到灵魂上 灵魂简直不堪重负啊 凝雪 你没事吧 休息一下就好了 啊 凝雪 这把弓 似乎与绝大多数魔具不同 究竟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也说不上来 但有种预感 这些年慕宁雪身上 发生的巨大变化 很可能 就与这变弓有关 好 看来大家都没事了 凝雪 你受伤了吗 你 我没事 慕容娇呢 你把慕容娇怎么了 她没事 在那边 啊 焦焦 你还好吗 我 我 我刚才是怎么了 哦 你精神被控制了 不过现在没事了 有我在呢 来 我温暖的怀抱 别 无聊 呃 还给你 刚才杀骨或魔珠的时候 还蛮危险的 不过 这件护身符 我没舍得用 哦 哦 啊 嗯 哈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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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聪 明聪他 谁干的 是廖明轩 你 你不要去口陪人 是不是你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我不是故意的 其实也怪不得你 因为大家都中邪了 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我只是没想到 经过了这一路 我不是故意的 到最后挥是这样的结局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快点回去好不好 我也待不下去了 勘测任务 虽然没有全部完成 但数据已经足够了 大家返回吧 先就地掩埋 免得他被妖魔发现 等回去再叫校方来处理吧 嗯 诺质合 你怎么了 好 没事 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这片林子有些阴森 随时可能有妖魔跳出来 虽然穿过这片林子 还不能立即到达结界内 但是 再坚持一段路 前面就有镇守 和巡逻的卫法师了 别担心 是卫法师 是来援救我们的吧 陆正和 是你哥哥呀 他来救我们了 他们的支付有些奇怪 这冰枪有救了 哼 架到你们太好了 我们 剑杂人党 都解决了 大哥 您是不是搞错了 他们都是跟我一起的历练生 所以才要灭口 这件事 我不希望让任何一方知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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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月 啊 是雷云 小心 是第三季霹雳 大家快躲开 神盾 不好 大家快逃 哎呀 哎呀 糟糕 这冰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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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堵魔法邪回廖封之子 你胆敢逗我 我告诉你 这种人更留不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初你说要过来 帮我在历练中战胜莫凡 我则沿途给你留下信号 为什么连他们都不放过 不要多管闲事 还不过来 想和他们一起陪葬吗 我不 危险 陆正和还不过来 对不起 陆正和 懦夫 想跑 就算是死 你也要在这里给我们陪葬 大 大哥 快叫你的手下停手 不然他就要没命了 大哥 救我 大哥 大哥 莫凡 你 有点意思 虽说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弟弟就这样死去 但为了这次伟大的任务 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这里的人倒也不是非死不可 我可以放了他们 但是 你不能走 为了我而来 那我还真有些好奇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你难道一点不害怕 果然不凡哪 选择你看来是对的 我要做的 是一件关系到全人类的事 今后所有的人 都不需要生活在妖魔的铁蹄之下 更重要的是 我们将会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对抗黑教廷 可是你们这样 跟黑教廷那般畜生 有什么区别 你们根本不懂 黑教廷要利用妖魔毁灭人类 人们却还不自知 自以为繁衍下去会更加强大 殊不知 等繁衍的足够多了 就是妖魔开启一场满轻圣宴的时候 把自己夸得这么伟大 结果你要做的事 就是在这里草菅人命吧 当然不是 我要你批行一项实验 实验关系到一个全新的魔法系 成功了的话 我们就是新系的开创者 为了这个全新的系 已经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作为实验品的魔法师 而经过我不断地寻找研究 莫凡你 就是新系的最佳实验品 我 如此年轻 竟然是天生双系 完美 实验品在实验之后 仅仅维持很短暂的时间 并且由于承受能力不够强 而丧失理智 药效一过 马上就会死亡 这项新系实验 是以寄生的方式让实验对象突变 如果没有强大的承受多系的能力 自然不行 你因新的系而死 也是死得其所乱 给我上 是 什么 听你那么多废话 不过是为慕凝雪争取酝酿魔法的时间罢了 蠢货 领域 魂纪冰状 这不可能 冰金煞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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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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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可能将他们全部给干掉的 能做的 就是给大家争取到这一点逃跑的时间 他们的目标是我 你们留下来又能怎样 快走 赵马爷 他们被托你了 走 是 快走 快走 来活着的人给我来 是 是 最重要的实验品 怎么可以丢失呢 金陵荒城里潜伏着数字不尽的妖魔 他们足以将法师轻松解决 现在只能试试靠着金陵荒城了 在哪里 在哪里 别让他跑了 这里全是泥潭 风系魔法无法通行 我来 第一步 可恶 如果需要全部清理 需要很长时间 可恶 无计可施了吧 快 防御 是 果然是战斗经验丰富的魏法师 一两个我还能够勉强应付 这么多人联手 我没有一点抗衡的机会 哎 现在看来 那些奴仆级的妖物们 每个几百只都不太可能对他们造成危险 嗯 奇怪 那个陆年去哪儿了 是西奴巨妖的老巢 是巨蟻尾龙 就是那个一口咬死尾部魔的巨蟻尾龙 这下糟了 看你往哪里跑 你以为躲到这种地方就能够趁乱逃走吗 哼 我逃了吗 告诉你 这些西奴巨妖 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 是吗 那 如果是风雪里面的呢 这样做 你也只要死落一条 哼 那就看最后 我和你们这些卫法师中的败类 谁能在这场围攻中存活下来了 我们这一切 都是为了那个伟大的目标 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的 我的任务是 带你回去接受实验 我知道你不像陆年 你至少还尚存一丝人性 赶紧让你的人让开 否则大家都会没命 哼 我做不到 活子 雷印 好强的雷印 即便是零种的雷印 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范围的肌肉麻痹 他的魔法抵御 果然不是一般的强 是火锥弧鹿 可恶 急性狼 监猴orns 这样 带她 这家伙是火系 那雷系魔法对他有作用吗 糟糕 我不会让你这么死的 固执的女人 急性狼 咱们还是不要去招惹他了 老规矩 你对付大的 我解决小的 雷音 束手就擒吧 你的雷音是出来拔萃 但你的魔能耗干之后 就会成为 西炉巨妖的腹中之物 我们这项星系实验 之前没有一个成功者 但我想你的成功率 应该会远比其他人都高 停下 你想送死吗 活体实验能活下去 你的话谁会信 晶晶和赵明月 可都是被你害的 别再挣扎了 再迟一些 我想救你都救不了了 星系的实验 虽然是从寄生生物那里 提取的改变体格的血脉 但它远没有黑教廷 那种惨无人道的诅咒 来的恶劣 我们经过无数的活体实验 研制出了可以改变 法式体制的血粒子 在血粒子刺激下 异变的人 将拥有超不常人的力量 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来 自愿的大有人在 但适合的却极少 血粒子激取的能量 超过了两个星云的量 一般魔法师的灵魂承受不了 但要是抽取的能量不够 该系就又无法真正实行 所以作为天生双系 你的成功率极大 你对那些无辜的实验者 也是这么说的吧 不行 再这样下去死定了 秦星王 你帮我争取一点时间 我现在进入明修 火系星云 当初是在三步塔中 经过了最大程度的碎链 已经触摸到了第三个级别的门槛 就快冲破了 只能赌一把了 web 这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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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努力 怎么回来了 我们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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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琢磊 我组得很高 适合 不仅 适合 va 组终 成功 倒 自分 静 让这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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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车复运回好了 还需要更止热 才能冲破关卡 那就把所有的意面 集中在火系星云 用精神之力 来轰击整个星云云团吧 在这种地方冲击星云 那是脑子有问题吗 该死 蒋衣大人 危险 你们不用管我 保护好自己 我去救他 对性别乱 我们要杀出去 是 是 是 怎么会 他在这种情况下突破了 机星狼 你做得很好 接下来 交给我了 没人 猎拳 九弓 好机会 快撤 我去 机星狼 你以为这是在做游戏呢 机星狼 停下 终于出太阳了 又可以使用暗影戏魔法了 机星狼 辛苦你了 先回去休息吧 接下来 我自己能应付 莫凡 你还要抵抗到什么时候 就算你火焰再强 短时间内 也不可能再度恢复魔能 还是跟我走吧 我何知火系呢 这就用盾影之术耍耍你们 人呢 注意 清除前面的西路巨妖 不好 先让开 西路巨妖 好多西路巨妖 这简直 简直是噩梦啊 我们得投围 杀出去 为什么要逼我 我本想放你们一马的 你们怎么也想不到 我还是一个暗影戏法师吧 苦袖固然重要 可人的潜能 往往只有在战斗之中 才会得到最大提升 若不是这次被包围 我可能至少还要半年 才有希望让火系星云 突破到第三个级别 猎犬九宫 现在我也掌握了 这霸道的力量了 总算是安全了 也不知道赵满炎 他们怎么样了 所有的卫法师 都来追我了 所以 他们应该能顺利 逃回截戒内吧 哦 那是什么 是他们 莫凡 马上跪着到我面前来 否则我将他们从这里扔下去 卑鄙 露年 我警告你 快放了他们 哈哈哈哈 我已经将他们的新魂封印了 保证在下坠的过程中 绝对施展不出任何一个魔法来 连黑教廷都没有让我这么生气 你这家伙 这次是真的惹活我了 莫凡 这个家伙一定会上我们灭口的 你不要过来 等你回到明都市 阴都市 一定要将这里发生的事情 告知审判会 卫法庭 你的新魂已经被我禁锢了 即使叫得再大声 莫凡他也是停不见的 你就省省吧 会上卫法庭的是黑教廷 不是我 人类终有一天 会感激我今日所做的一切 露年 你罪大恶极 还不放了这些血缘 原来是斩空啊 你一个连博城都守不住的废物 难道也想和我露年抗号 这小子天生双戏的事情 你早知道了 居然隐瞒到现在 莫非你其实早有图谋 住嘴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家伙一样 不择手段吗 什么血粒子实验 以这小子的能耐 踏实必定横扫一方 根本不需要那种东西 而你呢 对付一个学员 还需要用这种要挟的手段 不知羞耻 战空 你真的以为你能够阻挡得了我 你丧心病狂 竟然要将这里历练的学员们 全部灭口 我不可能放过你 很好很好 事情既然败露了 那我就更不需要有顾虑了 监控 放眼卫法师中 能够和我露年抗衡的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而你并不在其中 是时候解决他们了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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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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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一只巨蟹尾龙啊 这未免太残忍了 你要违抗我的命令吗 不敢 主持人马上就去 不好 那是什么 那 那就是一口吃掉神症大罗生那个 尾部魔的生物 永年 你真的疯了吗 真要这样一搓再搓下去吗 展控 你不要摆出 你当年那副意气风发 好像这个世界 还握在你手中的样子 你知道天山裂痕下 还有人在等你吗 你连去为他收尸的勇气都没有 你重口 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当年小小的博城 一群低智商的魔狼你都受不住 还让我看到了你懦弱的一面 现在又想来逞英雄 当神圣审判人 好笑 你看看那几个学员 多无辜多可怜 他们可都是未来的栋梁啊 可是你却救不了他们 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我是没能做到 但我从没有坐以待毙过 我让你徒劳无功 研磨之铜 封 实话 哈哈哈哈哈哈 人都能为我实话 我看你还能怎么样 封之义 封系还只是我的抚袖 火 才是我真正的力量 朕 是星座 是高级之力 天焰造离 火烦 快去救他们几个 啊 这家伙 醒了 啊 你这是送死 你 还活着 看来是我错了 陆念已经疯了 他现在不单单是为了 完成这项星系诞生 而是为了满足他自己 狂躁杀戮的野心 我早就应该意识到 可是恶国已经造成了不是吗 你们要是敢拦我 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 是西卢巨妖 先不说你能不能冲破 这重重西卢巨妖军团 即便你到了巨蜥尾龙面前 他一爪子就能够 将你拍成肉饼 你这是送死 用得着你来告诉我 要不是你们这帮疯子 会变成这副样子吗 我都已经追逐了半个城区 血受血效果早就消失了 前面是大片的西卢巨妖沼泽 我连怎么跨过去都不知道 更别提对付那么恐怖的巨蜥尾龙了 但是我能不去吗 我可不像你们一样没有人性 莫凡 莫凡 如果你真想救他们的话 这是血历子 这是血历子 把这个东西给我拿远点 如果你想救他们 这是唯一的办法 五大洲魔法协会都不愿意承认他 各大国政府也已经严禁继续对他进行研究 或许他是邪恶的 可没人否定他能带来无与伦比的力量 人们害怕未知 所以将他称之为恶魔 可力量又怎么会存在邪恶与正义之分 是否邪恶 完全由驾驭他的那个人决定 我们愿意接受一切审判 那是罪有应得 但你的同伴和你 不应该成为这件事的牺牲品 摆在你面前的 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选择 要么当个莽夫冲进去送死 要么捏碎着血利子 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无论是露年还是巨蜥尾龙 谁都不能动他们一根头发 你天生双息 拥有三个星云 应该可以提供给血利子 所需要寄宪的能量 另外 你拥有召唤戏 据我们七百八十八号实验表明 恶魔化后的你 有可能会融合你召唤生物的血脉 你的恶魔化方向 会与狼族血统有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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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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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雪丽子的恶魔化 也不可能让那个人拥有这么恐怖的力量 四系 难道他之前真的拥有四系魔法 若是这小子拥有整整四系 那恶魔化的他 将比预计的药翻上四倍不止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能保持清醒 真是完美的恶魔化 一个拥有四系的恶魔体 恶魔系成功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 这是莫凡吗 难道莫凡真的拥有了 路年口中所说的心心 可要不是他还保持着莫凡的模样 这完全就是一个血脉纯正的妖魔啊 莫凡 你到底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把你们四个人救下来 我只知道谁都不许动你们一根头发 不许动你们一根头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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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喜欢吞,就让你吞个高 不自量力 紧接起的吸毒巨妖 哼,那又如何 又是直接,直接秒杀 这具吸毒巨妖的咆哮 是在面临着整座精灵式的吸毒巨妖 到他跟前来 生吞了这么巨大的一个火球 竟然看上去还那么圣老婆婆 真是皮糙肉厚 放心,全是你的 敏狼银 小泥丘,我知道了 有一大群王,我们这里过来了 你用这么陌生的眼神看着我干什么 我是赵马爷莫凡 莫凡这是要给我们制造一道保护墙 莫凡这是要给我们制造一道保护墙 快看,巨熙尾龙好像要走了 你追什么追啊,要不要这么暴躁 咱们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好不好 西路巨妖们在撤离 莫凡 你不管斩空大人了吗 还是这么差劲 就这么点本领的话 我想你今天就可以到泉下去陪他了 这叫做石化之壁 可以让我的石化之铜的石化效果大幅度增强 你这所有防御模具 已经没法再使用了 可恶 战空 你对这个我为你专程准备的石化葬礼还满意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空再跟你耗下去了 拿命来 陆年 嗯 是谁 谁 莫凡 是我 我来送你下地狱 是 是 恶魔戏 恶魔戏的莫凡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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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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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魔戏终于成功了 你这个小子 应该感谢我 是我 给了你这么强大的力量 是我 让你觉醒了恶魔戏 恶魔戏 就是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莫菲 莫菲 江一 你们要反抗的话 我现在就将你们处决 我们不会反抗 也会跟你回去听候发落 只是 能告诉我 路年大人怎么样了吗 没了 被你们成就的恶魔给撕了 别过去 莫菲 恶魔化的人很可能随时失去理智 那怎么办 你们过去太危险了 得想办法 把莫菲从恶魔一变之中恢复过来 否则 否则什么 迄今为止 还无人能从恶魔化中活下来 莫菲 你们待在这里别动 莫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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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失去你作为人的意识 行一行 听着 听着 莫菲 恶魔系始终无法作为真正的魔法系 正是因为使用后 这副作用巨大 它等于提前透支了人灵魂中潜藏的能量 让恶魔系者 短暂拥有无与伦比的战斗力 但你的灵魂 很可能会被冲垮 可 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惊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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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大量的惊魄 现在 你无论如何都要控制好自己的力量 这样 我才能够将你带回胃部 有胃部为你提供足够多的惊魄 来保证你的灵魂不会被凡事 恶魔系确实是恶魔 因为那等于你和恶魔签订了协议 恶魔给了你恶魔一般的力量 随后 它就会来收走你的灵魂 所以控制好自己 我带你去卫部 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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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凡不要 莫凡不要 小姐醒了 小姐醒了 我的好女儿 你总算醒了 爸 莫凡是不是 下次再也不让你去什么历练了 绝不让了 爸 莫凡怎么样了 那个小子多半是死在荒城了 女儿 忘记这个人吧 在荒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一直不说 是不让说吧 我也不需要知道 莫凡哥哥 肯定不会有事的 他答应过我的 你什么时候再来 天气稍微暖和些 我就再来看你 好吗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